屏幕前的同学们 欢迎来到今天的 你开心了吗 孩子们你开心吗 你开心吗 大家都开心了吗 OK孩子们 刚好说来看今天的屏幕 今天这个是个什么问题啊 是个龟兔赛跑问题 相信孩子们啊 以前都听过了 说乌龟和兔子赛跑 兔子呀 每分钟能跑35米 这个可是个非常快的速度 然后乌龟呀 每分钟只能爬8米 这样慢慢慢慢的爬过去 孩子们想想 如果只有前两个的话 你觉得乌龟和兔子赛跑 谁能赢啊 兔子 兔子对吧 但是有没有觉得 咱们历来呀 每次都是乌龟 因为兔子怎么样 睡觉 睡觉 太懒了对不对 来 我们这个题目里面也是 但是最后乌龟赢了 那乌龟到底是怎么赢的呢 我们一块来探索一下奥秘 说在下逃的过程中 兔子这个小朋友啊 在途中睡了10分钟 但是最后呀 乌龟就先爬完了96米的全程 孩子们让我们想想奥秘 这怎么办 兔子睡了 你当兔子在睡觉的过程中 乌龟也在干嘛 爬 是不是也在爬 但是他爬得很慢耶 他为什么就能超过兔子呢 所以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你看 而且兔子在什么时候睡 告诉我们了吗 没有 那我们就让他更懒一点 怎么样 可不可以 一刚开始比赛的时候 他就睡了10分钟 对吧 你看开头睡中间睡和结尾睡是怎么样的 一样的嘛 来看 让兔子呀 刚开始一来比赛 就先睡10分钟 那么这个题目相当于变成什么了呢 是不是相当于变成了 乌龟先爬了10分钟 是不是兔子才开始跑呀 嗯 对吧 哎 你看看 那这时候这道题目 是不是就很好解决了呢 乌龟先爬了10分钟 你看 他要爬完全程的话 要花多长的时间 我们是不是先求出来 嗯 一分钟爬8米 最后爬了96米 是不是该用96 怎么样 除以8 是不是96除以8 嗯 这个可是除数是一位数的 不用老实算了吧 来 屏幕前的大家 这里算算 看你算的和老实的 是不是一样呢 应该等于 12分钟 对不对 嗯 乌龟全程要爬12分钟 但是在这12分钟里面 有10分钟 是兔子在睡觉 对吧 嗯 所以兔子和乌龟同时跑的时间 这个乌龟只有多长时间 是不是12减10 是不是只有2分钟 嗯 对吧 说明最后乌龟 还有2分钟就要到了的时候 兔子是不是才刚开始跑 是啊 你看 别人还有2分钟就到了 你看看 你个小兔子 你这2分钟才能跑多远呢 它1分钟是不是跑35米 嗯 那兔子再怎么追 再怎么赶 是不是也只能跑35米 嗯 所以1分钟35米 那2分钟跑多少 70米 70米 所以你看看 它跑完全程了吗 没有 没有 当乌龟跑到终点 临起哑的时候 兔子还在后面 这样追呀追呀追 是不是还没跑到 嗯 所以 还是乌龟赢了 孩子们 这就是知道题目的奥秘 看看 你写对了吗 来 看一下最终的过程 小探经 这就是刚才我们的分析 来 这是解体过程 乌龟用了12分钟 这12分钟里面 兔子10分钟在睡觉 所以相当于乌龟花两分钟的时间 兔子他开始跑 但是他只跑了70米 是乌龟已经到了终点了 嗯 好了 孩子们 这就是咱们本讲所有的内容 哎 本讲里面 咱们讲了 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 又讲了试商的方法 有人会觉得可能会想 那老师呀 如果我们的除数变成了三位数呢 如果我们的除数变成了四位数呢 如果我们的除数变成了五位数呢 六位呢 七位呢 是不是太多了 嗯 那这样的除法 又应该怎么除呢 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本讲的知识 以此类推 举一反三 到底那样的大数除法 怎么除呢 孩子们 我们下一节课 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